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业者表示 李信股长平时执行报关检验时就经常刻意刁难 导致业者因为送货不及违约被罚钱 损失上千万元不说 甚至还言语调戏女报关人员 业者爆料 李信股长曾多次意有所指的表示 台湾海关有收钱 报关过程才会顺 似乎在暗示业者要送钱 这个办法在台湾可行 是因为台湾那边有收钱 我这边并没有收钱 我不会让你们这样做 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在指什么东西 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 对于业者的指控 来金门视察的高雄关税局副局长钟清风 也相当的震惊 但是由于李信股长 仍在台湾休假 无法当面对职 钟清风表示将会着手调查清楚 绝不容许罔顾法纪的事情发生 自从小三通开放以来 由于两岸误流误货 业务真正日上 小三通这道窄门 已经变成了黄金国 每日运往大陆的货单数 就超过500件 但是也因此引来诸多事端 台湾海关收钱好办事的留言 更是实有所闻 高雄关税局真的应该彻查清楚 记者李俊龙林一节金门报道